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5日 星期四的下午 今天港股走势挺頑皮的 外圍方面可能擔心 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 被美國釘上可能會受制裁 阿里是下跌的 科企股也要下跌 恒生指數跌穿了24,500 一些分水嶺 暫時要下跌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差當然向下看235 但是究竟是否做淡 或者是否彈完呢 我想24039 這個較早之前的重要位置 一定要跌穿才可以做淡 短線能夠逆市強勢 仍然是一些汽車股份 包括新能源汽車 比亞迪、禁風利業這些 還有傳統汽車、長汽 以及我和大家講過的永達汽車 這些銷售做得好的經銷商 可以繼續留意 我相信它們會跑型大肆 今天講的是這麼多 下次再見 kits到在整不管 旁你不是祂了嗎? 1974